台军演习预判立即发生海战。 引发民众恐慌。 原标题,台军演习预判立即发生海战。 引发民众恐慌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颜德发、图源、联合新闻网。 海外网5月31日电。 随着两岸关系不断紧张,台湾今年在汉光演习时对于海战的描述,也从未来将发生海战改为立刻发生海战,引发台湾民众不安。 国民党立委将启陈金,31日,在台立法部门质询称,这是否代表两岸短期内会立即发生战事。 对此,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颜德发表示,两岸形势确实较之前更为严峻,但演习假定只是预判,并喊话台湾民众不必因此过分紧张。 演习状态从未来发生海战变为立刻发生海战。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,严德发表示,今年的汉光演习之所以称为立刻发生海战,是因为大陆在去年完成了军改,军事实力变得更强,台湾也需要做出改变来应对。 严德发称,今年的汉光演习将分为两阶段,第一阶段兵棋推演,再来是时兵实战演习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据台防务部门官员表述,汉光演习的目的是在训练台军达到训练目标,落实训练结果,强化邻机判断的能力,并不代表台海就是要发生战争。 不管如何描述,设定的是哪一年,都是要训练现在的士兵巨英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。 随后,江启臣进一步追问,对台军而言,台海紧张情势是否高于值钱。 严德发坦然的却是,比以往要严峻,复杂很多。 台军汉光演习被大陆全程监控。台军方故作镇定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台军演习,图片来自台媒。 台防务部门24日在台中清泉港基地进行汉光演习,有台媒称,大陆派出一架孕妇8电子干扰机。 严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空域实施航训,对汉光演习进行全程侦搜。 台媒叫嚣大陆这是在刺探军情,不过台防务部门强调,台军也对该驾驭妇8机全程监控。 近来台媒接连爆出,解放军运8飞越台湾海峡中线。 据台媒报道,17日上午10时,一架一位解放军运妇8型运输机贴助台湾海峡中线飞行。 台媒感变,这是解放军运妇8级14日后在飞台海,两渡月中线。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在出席活动时则放话称,大陆近期对台,文公母下,几乎没有效果,还叫嚣有能力,有信心手将手土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台当局称大陆对台文公母下是挑起两岸对立。国台办回应。 台陆委会此前曾称解放军军演和空军绕岛飞行是对台施压,制造对立,企图挑起两岸及区域紧张,对此,国台办表示,解放军军演和空军绕岛飞行,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, 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所做出的强烈警告,展现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。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,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,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。 台独是没有任何出路的。